主料,梅豆300克,腊肉200克,辅料,干红辣椒5克,蒜瓣8克,葱6克,盐1克,酱油1毫升,蚝油3毫升,米90毫升,背井1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干红辣椒剪成小丁,蒜瓣切碎,葱切成葱段,梅豆去地,豆筋,洗净,切片, 腊肉切成稍后的片,锅中热水,捉烫至腊肉肥肉透明,炒锅热油,倒入腊肉煸炒,加蒜末,酱油,蚝油,味精炒匀,烹米酒,成熟带忧,洗锅热油,倒入梅豆炒熟,夹盐,干红辣椒,倒入腊肉同炒,撒葱段炒匀出锅,烹饪技巧 一,烂肉本身有咸味,所以炒烂肉的时候不要再加盐,二,梅豆不可生吃,三,换寒热病者,换冷气人,换热者不可食用梅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